这盘棋我们接着来看碧果圆碑第二局 上一回是先制度的足底炮 这回呢走的一个对兵局 那么这个棋的话如果走成一个猎向局 容易合棋 郑围同走一个马二级一 红方出局以后呢 黑方形成顺向局 这度棋就是一个纠缠性的棋 双方各有机会 红方呢当然是稳持先手 准备把局拿出 然后活动自己的马 这样的话非常灵活 那黑方也是紧随其后 见招下招 那么你冲啊我就吃掉你 那么再吃啊我就推炮 准备打你 红方的话走马二级一 比较稳妥 但是等一招棋啊 那么现在黑方就局一平四 把局拿出来 将来呢根据需要啊 走到河口或者是过河危险马 红方呢先捕是要快速出局 黑方呢就先打局 准备呢出局吃炮偷袭 那这棋红方肯定是守着要到 不让 这儿寸土必争啊 现在黑方拿到河口 一个是可以上马踩局 一个是进足可以活马 这儿红方就走局一平二 那这个棋啊 他是准备把炮瓶开 将来双鞠一线啊 控制对方的鞠 这样的话更稳一些 那么黑方他炮瓶四 是准备走一个小速一冲啊 上马 而且呢还不让红方上马 那现在红方呢 走到冰酒精 既然你不让我上马 那你也别上马 黑方就小速一冲要对 红方就接受了 这样的话可以把对方的鞠啊 调虎离山 然后这个马就可以从中跳出 引对方过来 你敢过来 我就敢打你 郑维同肯定不会上当啊 走局一平五 这个棋要偷袭你的中路啊 因为你上的是边马 看中兵这个马又算去了 暂时又没啥路啊 要就吃你 如果再回来就显得憋屈 所以呢 这也不是王天一的风格 王天一走局二平五啊 希望对调 黑方的话 这个棋也不能躲呀 因为你躲了 他踩中足 你的中足会丢掉 所以的话得不偿失啊 那肯定得吃啊 不能再闪了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啊 选择一个小足一冲 把对方马先置住 找机会从边线杀出啊 可以偷袭中兵 那么红方炮二平三啊 就给你对一下 黑方如果说换掉这个棋啊 将来会被红方上马所利用 所以的话 这个棋 黑方决定啊 作为一个炮 四进二 先把它顶住啊 它的意思很明显 有一个马一进二 或者是马下进六啊 就踩你的马 不管你将来冲哪个兵啊 结果都是一样 他这个炮的河口啊 通过这个足吃掉兵以后 反而会给自己的马 形成一个根啊 那这就骗你的兵尺 说白了 所以呢 这个棋就得上马 这儿跟他去对一下 因为你直接对的话 人家举出来 那不行 这样的话 你打一个 我打一个啊 破坏对方的阵性 因为对方憋马 他比较弱啊 随时给他换掉 那现在黑方呀 他想上这个左马上不去啊 上右拔拔还没心情 到这儿啊 他只能先吃 吃完以后呢 现在打着马 很明显呀 把这个马一打 对方的兵种就差了 那你这棋肯定不愿意啊 他就贯彻自己的初心啊 就是要上这个马 威胁你 刚才说到你不能冲 冲了就吃掉之后 人家有根了啊 所以呢 这个棋王天一选择的招法是 鞠二进三啊 给你做一个交换 他的目的是引军入磅呀 你一吃人家一吃 将来你这个马在这受困啊 那这棋啊 浸泡一打 那进来可能会被抓死 所以呢 这个棋不敢吃啊 他只能先退 很明显到这里 红方是抢责的新手 因为黑方的鞠 出的明显慢了 接下来 红方采取招法是 马就退棋 黑方的话就鞠九平七 啊 抓 通过吃炮的方式 抢新手 如果你炮三平二 他可能拽住你 所以呢 这个棋啊 红方防止被牵 就走到炮三平一的位置 只要你一动 我就下底炮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选择炮锡金二 挡着鞠 这个棋似乎呢 感觉啊 用处不是很大 啊 浸泡牵制的话 可能比较稳一点吧 浸泡它是一个用强的走法 一再呢 金炮在打 抢这个红方的兵线 可见 郑伟通啊 这个棋也是非常强硬 那这里啊 他没有想到是 红方有破八星期的手段 所以呢 这招棋啊 就点空了 所以呢 现在进不来 进来就摆丢一个 刚才就不如直接牵住 可能稳妥一些 走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啊 他就选择推炮 这个棋啊 什么意思呢 前面攻不动啊 这想办法给这个马退回啊 踩兵 创造条件 将来这个炮还可以随时平过来防守 这个棋非常灵活 那红方选择招法是退啊 这儿的话就消你的足啊 引你上来 你上来的话 他这个棋以前穿僵 你要是再退回吃的话 他就砍掉你啊 不然你就得杀回去 那这样的话他也满意了 黑方这个棋呢 就抛四平五 他的意思是将来找机会啊 坐进去队 红方吃个兵 当然可以 但是吃完之后呢 感觉对方中足以冲炮发出来 这边有中炮啊 他感觉这个棋不满意啊 红方就走到个马去进八 继续呢 想骗对方啊 把对方就往里引啊 引进来之后呢 这个马就比较危险啊 所以呢 想看你怎么走吧 那到这儿退回又不甘心 上来又不敢 就走到个炮五平二 所以这个棋啊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交换 关掉以后呢 黑方还打着红方的中兵 所以呢 刚才红方似乎呢 可以持一个足啊 简单一点 这样走的话 有点结外生枝 现在红方就近居啊 跟地方对场先手吧 那黑方就捕失 这儿的话 正常如果吃人家鞠 可能会长起来 所以用炮打 就是不让你鞠动啊 鞠动僵死 那么黑方也打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就放底炮了 那他就走一个抛弃平二啊 就是要跟对方对杀 所以这两个人性格呀 都是非常要强啊 走棋呢 丝毫不手软 你来个底炮 我也给你来个底炮 现在这个棋啊 我鞠在底线看住 你鞠还没在底线啊 我就还杀着你 看你怎么走吧 那王天一这个棋 居然退回来 肯定是不行的 两个人都耗在这里 谁也赢不到谁呀 王天一就出老轩了 黑方这个棋啊 一将啊 一过来 看着好像 逼得红方啊 很不舒服 其实他这个棋犯规了 啊 那郑伟通也是无奈呀 但是你不能老这么下呀 最终肯定要变招啊 那现在这个棋啊 黑方一看 你现在不动肯定不行 因为你不动 他拘金二杀中士呢 不就杀了吗 所以只能讲一句 讲完之后呢 关键你不能再过来叫杀了 那下不信你不走人家 还要进去杀一中士 这该怎么办呢 推炮看的话又不是他的风格啊 下敌炮又来不及 郑伟通到这里啊 下出了一部炮武金一 这套戏走完之后呢 双方也就一合了啊 我们好奇的是 红方为什么不走拘二接二呢 继续追杀对方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你看着这个棋怪厉害 郑伟通早就设好一计啊 吃炮等着你 你只能将军对决啊 双方也就握手言和 你要是敢硬吃的话 这老将一出还要杀你 所以这个棋你反而还救不了了 所以到这里王天一也不敢求变了啊 双方到这里的话 那也就是握手言和了 这盘棋确实精彩 我们看下一盘棋 这盘棋 我们接着来看碧棍原碑 第三局 红方是郑伟通 黑方是王天一 开局是先制度 对战足底炮 这儿的话 红方加中炮 黑方也就飞向 红方呢上马 黑方就冲小足 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冲过去 红方依旧是飞向 那黑方就往下冲 红方是打将 黑方就补失 这儿的话 红方撤回 黑方选择是上马 现在红方跟第一局 有所改进 因为第一局呢 走的似乎缓了一些 当时呢走的是拐交马 结果黑方充足 红方又进炮 应该来说 这边是浪费的部署 本局的话 红方掌局就比较积极 直接过来抓马 那黑方现在就改变策略 炮 8平7 这儿就是给对方啊 造成一种干扰 就是说 你这里正常可以压马 看你压不压吧 你不压我就打出去 然后呢再上马 那你不舒服 你要压的话 你就多走一步棋 现在我上马之后 还可以对方打你 所以这儿 红方暂时不动 先上马再说 继续利用黑方 黑方正常是要往下冲 但是红方这个炮可以长起来 所以黑方就平足 不让你长 那红方到这里就平炮过来 找机会呢 可以把局量出 黑方也是继续贯彻自己的初心啊 打掉 有些底向 红方自然得上 黑方呢就调形 这儿红方就想退局抓一下 那么你一退 我这个马可以上 王天一啊 走的也是很霸气 浸泡直接呢 对方锁住 那红方正常踩掉之后 你一打 他进居在吃足亚马 黑方可能会连环马 再退回打居吧 红方呢 是可以吃一个足 但是感觉不满意 所以呢 红方就浸泡 强行隔断 继续吃 王天也不得不吃掉 那么这儿的话 真为同就 吃完之后追杀黑方 黑方就退两步 那么红方就吃 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马骑进五 这儿也可以啊 这个马四进五 再绕 但是他可能担心对方 你马四进五 他泡进你挡住不让你过去了 所以这个骑的话 就马骑进五 比较稳一些 那么对方选择招法是 去平七 准备过来抓马 然后呢 破你连环马 那黑方就泡到平三 挡住不让 这儿的话 找机会可以打你 那红方走的是 鞠三平四 黑方就赶快出鞠 红方的目的是上马 虽然说这个骑 他不能进鞠 抓你的马 他可以通过对马的方式 这儿可以破连环马 这边还有吃炮 黑方就先打鞠 红方呢 这个骑就退一步 找机会 鞠四平五 继续威胁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赶紧换掉 不给他机会 那红方也就吃回 决定在这里的话 黑方也可以抗衡 那么掌鞠之后呢 因为他过了一个组啊 应该来说已经返先了 这儿红方呢 久攻不下 他上马 准备继续采鞠 黑方的话 正常也就把鞠子掉过来 他先走 抛三进三 那红方一脚 黑方就把鞠掉过来 那红方就不是 找机会呢 把这个鞠在我们绕 那现在黑方先出鞠 看着足在说 这样的话 红方就上马 有窝槽的手段 在平炮牵你 黑方这里就齐和鞠 不让你 这里威胁我 那红方就鞠四进一 找机会呢 这边可以呢 回马 才鞠或者对鞠 这儿黑方就先出来 那红方就跑平 他的目的是 可以浸泡 将来打鞠 或者是有一个 兵武精一打鞠 你要吃的话 它鞠往归一掉 这边才 这鞠 这边还底线叫尔沙 有这种可能性吧 所以说 这个黑方赶紧要上马 以免这个鞠 闪击手段 这样的话就不害怕 你这个闪击了 那红方到这里的话 似乎还是可以走 这个 兵武精一啊 因为这个闪击过来 还是会有点齐 那么走炮端键打鞠 这样的话 黑方就逃跑了 那么红方到这里啊 又打 那对方又退啊 双方到这里 可以说循环了一下 最终的话 红方走的是 马四推六啊 他就先踩一步鞠再说 这招其实想骗对方牵制啊 如果你双鞠抢马 他一将就把鞠抽了 这儿黑方就鞠二平四啊 抓 红方就跳进来 黑方正常进来 那么你放中炮他也不怕 他双鞠在这里啊 随时驱赶你的马 那所以这样的棋的话 红方就先平鞠吃马 他希望把这个马赶走之后呢 再放中炮 想想绝啥 红方这个棋呢 正常如果退的话 也可以 但是显得消极 王天忆选择上马 他的目的是直接打对方的马 不让你坐中炮啊 那么这里打完之后 你将军才可以对鞠 还是没用 那红方也只能退啊 这儿呢就威胁黑方 黑方这个棋也就退到中路 做一个防守啊 不让你放中炮 那红方退回打鞠 黑方就前鞠退二 红方选择是中间 就吃马 黑方这个棋呢就退鞠啊 看住自己的马 还有吃对方的马 那王天忆啊 这个棋啊走得很积极 正围通的话也是上马 继续逼迫 到这儿正常是上马 但是你一上他吃你 好像这个马要丢 那么这儿啊 黑方也是解的好 退鞠呢给你换 如果退久的话 那好像这个马没法逃呀 其实呢这个棋 黑方他可以回马队 所以你看着危险 其实并不危险 所以呢这个棋啊 有惊无险啊 这个马抓不死 红方撤回以后 黑方就顶住他 然后呢 红方选择进炮打鞠 黑方的话就前进两步 红方就简单不好吃了 这儿黑方也吃掉 那红方这棋鞠杀上来 那么黑方这个马想切入啊 很难 那么这儿的话强行切入 这这样棋的话 他是要马斯尼三杀棋 那么到这儿以后 红方也不得不去打 现在这个棋 黑方也必须得把这个吃掉 双方啊 到这儿也就握手言和了 因为这个棋的话 将来吃完之后啊 他不够赢啊 你这儿一冲 他平均一千 你只能走一个过冰啊 那么这样的话 你被吊住 那怎么赢呢 确实也是赢不到啊 当然你不要去走这个冲冰的话 将来把冰冰扫了 所以最让个棋的话 他可能会啊 冲另外一个冰 所以黑方可以呢 进鞭族啊 送你一个 那么这里啊 你不管飞翔还怎么走 你平冰就跟着你啊 你过来就向掉你 所以你保这个冰的话 就愿意被牵住 那么红方最可能走 就是把对方这个子吃掉 那这样的话 中兵也丢失 这个聚双兵的话 他被牵着过不了河 也是呢 难有作为 就算过河 也未必能赢到 所以的话 这度起啊 双方也就握手言和了 这番棋 讲解是围困下批 2001年的五阳杯 冠军妖心赛 红方是刘大华 黑方是赵国荣 开局顺炮 直居对横居 红方上马 黑方出居 这个棋 红方 常见的招法就是 冰三心意 那本局 红方走巡河居 黑方就马二心三 红方呢选择捕士 他的目的就是 将来啊 飞向 出来把这个换掉 然后呢 确保巡河居 发挥威力 这里的话 黑方走的是横居 将来就是要 抢先对居 红方仍然是贯彻飞向 那现在你对这个居 就没啥意思了 人家居出来了 那这儿黑方进七组 红方也是挺了一个兵 黑方就小桌一冲 找机会从边线杀出 那正常也就是 对个居在说 这儿居久平七的话 也是想走一个 找机会啊 骑行剑杀出 那黑方就拆炮 不给他这样一个 冲兵 泥吃 上马 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鸡蛋走到之后 有打局 有去吃才 讲个手段 黑方先拆炮 就可以及时的补向 做一个防守 红方的话 挺兵也是想利用一下黑方 结果黑方就冲过去 这儿的话一吃 黑方灵活的推炮 下一步呢 反而平炮打局 那红方这边就显得不舒服了 红方上马 黑方就平炮 到这儿也只能把中足踩掉 双方对杀 马四进三的话 就被牵住 接下来黑方就从边线杀出 红方一吃 黑方一吃 这样的话还盯着相 对方推炮 到这儿准备打死局 那黑方就及时的退一步 红方现在平炮 不给黑方对足的机会 那黑方就局一平二 也不给红方出局的机会 接下来 红方走的是炮平三 秒移行换位 黑方走的是进局一点 这样的话让对方不舒服 对方这里只好推炮打局 这里黑方退两步 红方赶紧把相连起来 到这儿黑方下出了退窝心马的好起 随时可以上马踩局 那么红方这里选择的招法是兵七星一 送一个兵 这儿一吃 强行上马 黑方只好反气一足 红方就往里切 这个棋应该向调可能稳一些 直接切进来的话 这儿黑方就小足冲下去了 现在这个马再往里填 这个棋要踩炮打向 黑方就飞向 踩掉以后呢就吃掉 相当于来说你送了一个兵 让黑方一个足过河 这个马上来就换了个炮 现在你鞠马受签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红方赶紧又对鞠 黑方这个棋也不管它 正常也就回马 那对方赶紧打掉 想找机会磨合 下掉以后 那么这儿就兵五星一 黑方的话直接就把兵吃掉了 他不对局 红方的话选择先多个相 黑方再过来对局 这样的话等于是欲擒故纵 对方没办法 这个棋对掉人家就平足了 所以他选择是跑三推一 黑方的话先不是也不着急 红方最终还得吃 交换掉以后呢 局三进一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就局二平三 看你怎么办 对方也动不了 就退两步 黑方小足就冲 红方平炮 这儿的话 黑方就局三平六 那么对方啊 进炮 想找机会吃足 那么黑方就局六进二 这个其实就骗对方 因为你要回马踩局 人家就先打掉你的局 等于踩局的时候 他局是有根的 你等于白对一个马 所以对方也是没办法 又退回去了 到这儿的话 黑方退一步要吃马 红方只能跑平三 坚守 这样就被彻底牵住了 飞向 这儿险走 那么炮去退一 对方的话出 这儿的话 阻止平五 对方退一步 结果黑方就平足 抓狙 那么对方进了一步 之后呢 黑方又进足 眼看这个足过去啊 又拱狙 对方又不能吃 又不能踩 所以呢 他会连过两个足 一旦这个足啊 拱到位的话 将来这个气啊 对方其实等待他的 也就是出气了 所以对方也就认了